养制小树苗 然后它当然不是一年栽成这样 然后把那个小树苗预好以后 然后背到华山上 当然山上还不能栽树 不能挖坑 因为它山上的那个土层特别薄 大概只有不到十公分五公分 你根本没办法栽 所以还不但要背树苗上去 还要背土上去来配置 所以现在华山南风上 有好多同样树 二十公分同样树的树 从这以后 华山道士就从来都修庙啊干啥 都补华山上的树 在华山 还有一位曹魏时期的王道长 传说 这位王道长出行时 把虎豹当作祭 当王道长在西边种黄金时 当作祭的虎豹 又成了耕种的助手 帮助王道长种黄金 黄金具有补气养阴 健脾 润肺 义肾的功效 一直是道家推崇的养生药石 在道教的道士画像中 还有一位骑着老虎的道长 他行走天下 一边行医 一边采集中药 医生著书八十多种 药方论六千五百首 他就是被称为药王的孙思苗 孙思苗的树像 有他做着虎的那样一个树像 就传说 这个 孙思苗祖师 就是为老虎曾经治过病 为龙也扎过针 所以 因为老虎被他治好了 所以这个老虎一直跟着他 所以叫做虎真龙 有这么一个故事 体现的是这样一个 一体接爱的思想 历代道士修真求仙 由于炼丹修仙 许多道士常年隐居深山老林 寻找各种各样的仙药灵草 道藏中 图经演绎本草四十二卷 共收药一千零四十二种 分为十部 各种都复产地 图形和性能介绍 它不仅是一部 非常重要的药类本草经典 也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部物类大全 山竹鱼 甘神鱼 甘神鱼 如常委 如常委 难药气 不精髓 手扁鱼 筋骨壮 筋骨壮 乐模仪 王太科道长是武当山紫霄公的道医 王道医带着徒弟用了三十年的时间 钻研配置武当山的灵蜜传 八宝子金钉 传说中 他不仅可以治百病 而且药道病除 无病之人服此药可延年一寿 所以 道人们将他称为神丹 然而 八宝子金钉药方 一直是代代单传 失传已久 药方已经难觅踪迹 王道医 只能是从老道长的口口相传中 寻找蛛丝马迹 做八宝子金钉和这个有些杨生丹 很多的药都是接用前妻这个令妻 你无形形望的时候就接用他的妻 这药一般是虚一生制药上的一个不同的台阶 他强调了世界 强调了前任何矣 所以人也是自然之中的一物 所以说 生存都是靠自然之起 他才生存 我对来说 我不处 你是否as 我怎么会变了 你怎么会变了 你这个人 就是我 那我 人首的 神 可 神 神 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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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昆仑山横穿中部的青海 大部分土地都是戈壁和雪山 因为干旱多风缺氧的气候 植被显得非常稀少 而在西宁市的北山上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树木成荫鲜花怒放 因为这里有一位喇道长 他相信自己的加持能让花草树木更加茂盛 这就是喇道长为花草树木所做的加持法式 在喇道长之前 也有很多人为这里的绿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但都没有成功 喇道长除了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之外 每天都要在西王母店 在西王母巷面前 为自己栽住的花草树木起伏加持 我是个青海人 我就想好 我们青海是西王母的故乡 那我就做好西王母的弟子 好好的带着西王母 装好花草树木 把它美化起来 最好我们摇齿来是一样的 当时我们在树的时候 遇到了好多困难 一个是从山下往上调水浇 没有水管自来水管 就全里可以调去 河边里的 但是从山上调 这上面就是27、8条 从这个垫垢里头往上调 在这半山里头就40来带 下面游来 游往下面要求又高 所以我就感觉 每天讲说 这些花草树木就跟我的蜜蜜蜜一样 我要管理它 喇道长认为 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同样一种东西 你以慈爱之心对待它 它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而你以恶毒之心对待它 它就会受到影响 越变越坏 为了证明它的道理 喇道长还用两杯水 给我们做了实验 这飞那么用最好的语言来祝福它 这飞机还是飞景色特别好看 这个飞呢那么护起来也特别好喝 这一杯水呢 你用最难听的语言来骂它 它接下来飞景色也比较难看 护起来也难喝 而且后来又喝辣烛子 所以时尚的好多玩意 都有灵感的 花也好 不管是啥都是领域比较大 西王母就是大家熟悉的王母娘娘 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大神 因为她主的昆仑山在西方 所以称为西王母 西王母殿是土楼贯最大的殿 拿道长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把自己的家乡 美化得像西王母的瑶翅一样 拿道长二十年前 开始动手种树的时候 连自己的师父都怀疑他 能不能在这个荒山上把树种活 拿道长从江苏购买了树苗 花种食验栽培 二十年过去了 土楼贯不仅是绿树成荫 富贵吉祥的牡丹 高贵典雅的宇金香等上百种花草 就连南方的名贵花木 也在土楼贯扎下根 而拿道长却以白发藏藏 虽然一年于花甲 拿道长依然没有停止过栽花种树 他认为树木花草都是精灵的化身 我们山上栽了好多树来 好多品种树 因为我们的人的层次不一样 花的层次不一样 这些花都是他们的精灵 我们要保护它 我们要把杂草除掉 但是要保护这些花草 就是保护他们的精灵一样 我们看到神话上 英雄小牧的时候 把那个人妖怪的头砍掉了 他又长上一个头 砍倒了他就起来 砍倒了他就起来 砍不死 最后把他的精灵砍掉了 他就倒下了 因为那个水平 还没有进入 明天权 还有这个花园 我现在当时要把脸也付给你 决定不满 今天的花园 我想要吃 那这个花园 在魚 每天从内心里头来祝福他们 每天亲自去修剪 每天经常去 所以这些花草树木 从我的经历里面